各位好,这是我们关于listing打造这种标准化的第四节课 就是关于如何去书写我们的五点描述 早期的我们的产品描述中间 实际上大家可能看到能够写到六点 现在的话其实标准都是按五点的标准来走 我们也总结了一下 常见的这种描述的写法和要求 实际上无外乎就是几个套路 一定是一个概括性总结的 第一句话就是要简明清晰 就是你的基本的一个思路概括 第二段的话就是你的卖点必须进行升华和总结 也是简单清晰简洁的 卖点要清楚 第三的话就是产品的描述 这个里头的话要把相应的一些参数 还有些尺寸要表达清楚 第四的话就是关于你的包装 外包装的这个基本信息 包含我们的件数 如果你这里头出现了有赠品 也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因为不同的赠品实际上 产品的属性和权重会有一些变化 第五个的话就是关于 它的这个质量保证还有售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要胡乱的去承诺 我们的这个所谓售后 比如说我们承诺你这个随时都可以更换 或者说是你三十年之内使用的这个不顺心 我们就是立刻给您更换新的 其实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去写 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的一条 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在二十小时之内随时回复您的问题 这个您有任何使用疑问呢 我们都可以给您去解答解释 就是以这种坏一种方式 其实提供一种相应的生活保障即可 第六个的话呢 就是做一些温馨提醒 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 使用的场景 这个地方其实要更多的是一些暖心和关怀 把这个能提醒到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的话呢 像要注意一些我们的这个物件描述的排版 这里可以增加一些小的图标 提醒服务等等 在整个这个物件描述过程中间的话呢 要把我们的关键词融合进来 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间的话呢 有一个要点要明确 就是我们写物件描述不是写文章 不要说是这个写的非常的优美 它的要点一定是简单明了 然后让我们的买家的一眼搞清楚 我能够在你这得到什么就OK了 我们下期再见